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21日 星期二 早一陣子彭帥這件事件 在微博上面 就說他被張高麗性侵 恥亂中氣 還說到他老婆負責把風 他老公在房內強姦 說了很大件事 令到全世界都關注了中國的網球明星的安危 曾經 奧委會的主席 當然是跟中共 眉來眼去 他就說證明彭帥沒有問題 但是不公開視頻 他說視頻跟他聊了半個小時 但是竟然不公開 只是說出來拍胸口 沒問題 當然 只會越苗越黑 令到人家更加覺得彭帥有生命危險 直到 很多國際的機構 包括國際類子網球協會WTA的主席 就出封信 證明彭帥是自由的安全的 但是也沒有人相信 很多 國際組織 都表示對於彭帥的人身安危 十分之關注 好了 直至最近 有一宗有一宗的明星醜聞 包括 譚詠麟 誰粉 然後 到了現在最新的王力宏 出了幾宗 把所有的消息都蓋過去 但是中國政府 好像不知道 他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人提彭帥了 誰知道 就劃蛇添足 故意 做了一條短片出來 騙西方 就打算告訴別人 彭帥很安全的 你看有證有據 反而 就更加勾起很多西方記者 覺得這件事 越來越古怪 越來越有問題 西方記者甚至乎就認定彭帥現在的處境 是十分危險 被人監視 最新的 其實就是 由新加坡聯合早報 有一個獨家新聞 這個記者 訪問彭帥 竟然 由 環球時報記者在Twitter上發佈這條視頻 他說這個視頻是新加坡聯合早報製作 這個媒體對彭帥 進行了短暫的採訪 這條短片是這樣的 彭帥 問你是不是記者 他說我是記者 他說現在正在拍短片 正在拍視頻 整段充滿著矛盾和突压 亦 被人感覺 是很強硬做作的 完全一點自然都沒有 你是記者 採訪沒有問題 因為中國是沒有採訪自由的 所以 他們 要做到這麼做作 因為這個是黨安排的 要跟大家繼續說一下 環球時報記者自稱這張照片 是朋友傳給他的視頻 記者還脫出了一張照片顯示彭帥 曉明 以及奧運帆船冠軍徐利佳 以及前乒乓球運動員王麗琴的合照 王麗琴好像拿過奧運冠軍 旁邊還有一條叫FIS越野滑雪中國城市巡迴賽的 橫額 背景是上海洋浦大橋 我們詳細和大家說這件事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現在因為 每一天都被他黃標 今天有兩三條賣到廣告 但大部份都是黃標 出了10條 就有 7條 黃標好像是有兩條賣到廣告 也蠻嚴重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第一天就把你很多黃標 甚至乎是全部黃標 然後慢慢才解封 今天就解封 前天的那些 早兩天的那些黃標已經解回來了 其實已經少了很多人 第一天有10萬人看 第二天只有5千人看 或者是1萬人看 所以 廣告收入真的跌了九成 我們因應這個做法 我們就在我們的節目 這個內容裏面 下面 就貼了一條播放清單 大家招到裡面的link 就可以連結到我們的播放清單 那個就是升旗易得道的播放清單 有四千多條影片 這四千多條影片 等於一年來 8月份到去年 差不多 一年 節目的總和 大家 用這個清單 播放 就可以幫他們錄廣告 當然 如果懂了聲音 放在一邊 也可以播放 最好 不用煩到你 所以我們會在裡面加多廣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越多人幫你錄 會有機會 追回失地 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當然 支持我們Patreon 當然最好 我們接下來會拍一段短片 教大家用Tap&Go 代替信用卡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你不想每個月扣錢 就可以一年扣錢 一年還有九支 多謝大家支持 在這段採訪的視頻當中 彭帥否認自己被任何人性侵過 也表明 早前他寫給國際女子夢期血妹主席的信 是他本人寫的中文版 英文不是他寫的 那麼 究竟中文版是你寫的 還是別人代理寫的 他一直都很自由 也沒有打算出國 但是彭帥沒有解釋 為甚麼一個月之前 指控中共的前副總理 甚至是 政治局常委 張高麗 11月2日 他在微博發文 披露自己跟張高麗的不論戀 以及被迫發生性關係的經歷 貼文出來之後 二十多分鐘 就全網刪除 除後 彭帥被消失至少三個星期 澳洲 廣播公司ABC的記者 阿彪寫著 跟北京 關係好好的聯合早報記者 驚人獨家報導 他們隨機上門 正好截住了被體育界 明星包圍的 彭帥 也是全中國最熱門的女性 進行了五分鐘 經過剪輯的尷尬採訪 記者問了一些關鍵問題 但是跳過了其他關鍵問題 澳洲記者寫得很巧妙 他還使得大家要注意 在幾個星期進行的大外宣 在Twitter發布彭帥生活視頻 以及照片 而丁力 就站在他旁邊 丁力是甚麼人呢 這個 BBC中國媒體分析師 Alan也發文諷刺 很奇怪 他們沒有 在微博上發布這個 獨家新聞 在那裏 有300萬粉絲 好機會 為甚麼會錯失 這個意思就是沒有理由 這個機會不出獨家新聞 這段影片是給誰看的呢 根本 就不是給他們看的 為天空新聞等多家媒體提供中國體育新聞 由2007年開始就在大陸工作的Mark 就說 這個也是一個資深媒體人 他還發現了另一個很奇怪的事 他就說 還有一個叫獨家新聞 原來那個聯合早報的記者 根本就不是 記者身份 5年前 他由編輯部跳躁到業務部 目前 是聯合早報在上海的銷售代表 是銷售來的 根本就沒有具備 採訪的資格 有一個銷售辦記者 華爾街日報 中國副社長李兆華 評論了這個新的視頻 彭帥根本沒有否定他在微博發脅 彭帥是否認了 這個視頻的一個重要元素 他的措詞 很謹慎 11月2日的微博貼紙說他被迫 發生性行為 而且 沒有使用性侵犯這個中文字 他沒有否認貼紙中提到的任何事情 彭博的專欄作家 Tim也發表推文 他說聯合早報似乎 是唯一的媒體 令人驚訝的是 這家A級體育明星的陣容 這個 這個記者 竟然可以去到那麼嚴格的保安措施 都一一避過 而進入 從他們偶遇 根本沒有可能正常人可以 埋到他身邊 這個 中共越是試圖要出去澄清 越是令到外界不相信 這件事也令到全世界 習慣著剛剛讀了那麼多個 不同媒體的新聞 華爾街日報 彭博社 然後 還有英國的澳洲的ABC 還有現在英國 洛定銀大學 亞洲研究高級研究員 Fuda 他說 中共 可以脅迫公民 說任何黨想聽的話 可以確信 以後中共 還是 會 離開不了彭帥和MeToo 另外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 一家企業的CEO Stoonfish 應該叫做Isaac Stonefish 發表了 一則WTA支持彭帥的文章 文章解釋了女子網球協會 站出來反對北京的原因 當深圳在19年舉辦WTA總決賽的時候 球員們可以看到中共的坦克 氣勢磅勃地湧去香港的方向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 副主席羅傑斯 寫著 女子網球協會 這個是絕對正確的 彭帥的短片 這個視頻 看起來 可以作為教科書的逼供案例 我們必須要繼續發聲 並要求釋放彭帥 越苗越黑了 跟著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委員 Nope De Pouvet 就說 任何受過中共虐待的幸存者 都會看穿這個可怕的視頻 他推薦 大家讀一讀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視發佈 關於中共強迫認罪的報導 裏面詳細寫了桂文凱 江天勇等人 是如何被迫認罪的 這段 不單止 這個明星 這個大群明星 那麼輕易被一個記者採訪 這個記者原來是聯合早報的銷售 他 不單止他沒有在他們自己有300萬粉絲的地方出獨家 很明顯 這個是一則大外宣 是故意 拍給外國人看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中國人 因為 這個 大陸的環球時報也沒有做獨家新聞 因為 大陸人根本就不知道彭帥這件事 這件事 是做給外國人看的 中國人不知道彭帥發生甚麼事 他們知道彭帥這個人 但是不知道彭帥是被張高麗性侵 甚至乎 這段新聞大陸完全封鎖消息 只有翻場的人才看得到 所以可以解釋到 為甚麼環球時報不拿出來做獨家 有幾百萬粉絲 這則新聞沒有理由不做 結果 是不做 而且身邊 還有四個 特務跟著 很明顯 姚明身邊有幾個特務 監視著他們 這個就是共產黨 現在最新的闢謠方法 當然這些把戲當然騙不了西方記者 對於你們中共 中共手法太熟悉了 這件事 越描越黑 越是令人知道彭帥未死安全 不過 他的人生自由 受到限制 他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小小靶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